今天有個網友在群組問我 你三天沒出片,有什麼事? 事沒什麼事,我不是說什麼病了 打了針已經有兩個星期一天 不是說認真有什麼事 不過今天,前幾天,這三天 在Halifax,天氣大好 什麼叫大好呢? 就是有陽光,而且不太熱 只有20度左右 昨天下雨,晚上下雨也涼很多 天氣大好,有什麼事可以做呢? 那… 唉… 搞回那個花園 因為… 那個花園越來越… 亂了 去年種了那些東西,今年要收拾 不只剪草 剪草,每個星期剪 但那些花,買… 你前幾道片 見我… 跟我太太就買了很多花來 那些叫annual 那些花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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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花園要種了 那… 又種了一些豆 那… 要transplant 那… 所以搞… 要搞這些事,不要說熱到死死下的時候搞 那…真是頂不住 我… 我不是做這位出身 又想玩 亦都不可以說下大雨打風的時候搞 那…就是… 沒得搞 那… 前幾天呢 就… 真是做泥工 做農夫 做… 花王 即… 真真是擔泥 這些… 真真是擔了很多泥 那… 就種一下那些花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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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駕駛過幾小時的車子去摘植桃果 那個牆壁有些豆子給你摘 所以拍了一些片 因為是在外面,而不是坐在家裡 所以要剪一下,需要一點時間 這一兩天,我猜出了它 還有前幾天發生的事 我實在已經很想說 但是天氣太好,要搞花園就沒有說 實在是好事 因為等我睡覺的時候 就可以想一下,真是那個意見 為什麼呢 什麼事呢 就是因為在網上很多人就說 這個已經拿到 Open Work Permit 或者那些 就有Exemption Letter 不用有Job Offer都可以來了 因為這個是National Interest 即是加拿大那個Deputy Immigration Minister 這個是National Interest 是為了國家的利益呢 就讓你們入境 哇 那真是 什麼這麼大件事 你沒有工作 你來到這裡找工作 是國家利益嗎 那我真的 我看了很多的Post 那這樣那樣 那些人就有幾方面的解釋 那所以 那真是 我可能就遲鈍一點 那所以就要幾天來消化一下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呢 那才是說 那這些全部是我的見聞 暫時來說 那些的理據 數據 就 未必是 可靠 所以我可能是錯的 所以 戴了頭盔 盔甲 什麼避彈衣都好 我這個很可能會錯 因為 現在 已經這麼多人 打了第二針 那應該在七月尾 很多人想打的 打第二針 都可以打完 到八月多的時候 重開 就有望 那我看見很多的報道 就是零零所所的報道 很多的餐廳 就現在 因為 這一年 就 Lay off 了 裁了很多人 真的 酒店那方面 也是 Lay off 了很多人 那現在就開始 就 大招聘了 很多 那不是說要 立刻 明天上班那種招聘 但是如果真的要 再一次大規模重開 就這些服務性行業 我想都要不少人 那如果你說到 重開那天才是 給 Open Job Permit 那些人來 那這次就很大件事 那是不是這樣呢 那我不知道 總之 總之 這個Exemption Letter 出了 那我想 人 即是 有Work Permit 有什麼那些人 陸續就會來 那就算是學生也好 那在網上說 喂 開學之前三十日才准來 那 那無論你放不放寬都好 那九月頭開學 那八月頭 你就要讓人進來 那有不少 那群組裡 很多人 已經有了 Student Permit 那你 推到最遲最遲 是八月第一、第二個禮拜 一定要來 因為現在 很多人 還要隔離兩個禮拜 那你 如果你說一個月 那你隔離兩個禮拜 剩下半個月 那是趕一些的 這件事是真的 那 那看看 那情形是怎樣 那但是 這個Exemption Letter 一出了 那在網上又有 另外一些問題 喂 我心理上受不了 我還以為還有一段時間 忽然間 要我馬上來 那 那 這個想嫁又不嫁 這個 這樣的想法 是 我都明白的 有很多四十幾 或者五十幾歲 就算是三十幾歲 也好 有老婆子女 有老公子女 忽然間 說就說 申請 以為說 喂 申請的時候 說要來 要來 都要一年半載 那 現在說 忽然間 你來吧 那有很多人 是 即是 心理上 是 明知要來 都是 心理上 還未準備得好 那 這個 就是 每個人 要自己 要應對 那有很多人問 喂 可不可以由前後腳 我老婆子女先來了 我以後 或者說 喂 我現在馬上來報到 兩個禮拜後 叫婚 走人 那 那 我搞定 再來香港 搞定些事 才來 那又行不行 那很多人問這些問題 那 我就 不作一個 有什麼 推薦 這些 你們自己想 不過呢 就 現在 那個環境 和你 80年 90年代 太空人 時代 我想 大家都知道 是很不同 那你們自己 作個 判斷 那 我剛才說 我就 做了 泥工 做了 做了圓丁 做了農夫 做了這些 幾天 那在這裡整理花園 擔泥 transplant 都學到很多東西 那我就 用這個 種花園 搬泥 transplant 這些 做一個 illustration 那 移民 和 種花園 搞花園 有什麼 可以說 搞 關聯 應該是沒有什麼 不過呢 講股 都說一下 那 第一 我們就 買了那些 那些 花園 那些 其他 樹 等等 做 transplant 買的時候 一撥撥 那要 放進去 前院後院 那些 花園堆 那裡 我們 拿了那個 plan 之後 發覺 原來 原來 那些 公司 用種子 種花 種的時候 那些花 就萌芽 有花 或者有 什麼植物 那根 當然是生鮮的 生鮮的 那些花 已經 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 root bang 因為那個 種的 盆 就很小 那些 根 就在那個 盆 裡面 那些 泥那裡 就 滾到爆 那 所以 那些花 就已經 好像是 滾到有 差不多的時候 一直滾 滾到爆 那些 根 真的要爆出來 又爆不了 如果 如果再不 transplant 那 這棵 植物 就 沒有什麼生存空間 因為這棵植物 那些根 要再繼續 向外 被一個 膠的 花盆 捉住 那就不能向外 那當我們 拔了 那些泥 將它 transplant 的時候 那些根 就一塊 這樣 我們 就要挖個 洞 就放進去 那時候 那些根 就可以 繼續 向外 生長 那個 stem 和 花 葉 才可以 繼續 生長 當我們 擺放進去 那時候 那 這個 花 在新的 生 新的 環境 那裡 生存 那 是 有一些 難度 那 所以呢 我做 花王 做 農夫 那個 做 丹麗 那個 就一定要很小心 不要傷了 根 還有 就要 好好地下水 除蟲 等 這個 花 在一個新的環境 那裡 有得生長 如果不是 就這樣 把花放在泥瓶 那裡 transplant 那棵 花 未必 在一個新的環境 可以 繼續 生長 有些是會死的 你這個 需要小心一點 還有 當這個 植物 無論是花 是樹 是甚麼都好 一 transplant 之後 即是容易 那條 根 就會 有機會 就會 向外 生 這是好事 但是那條根 因為 第一次 在一個不同的 泥瓶 生長 那裡 要生長 這個 新的環境 的時候 這一棵植物 是要很好地適應 為什麼呢 通常 那些 花 在這些 這樣的 這樣的 公司 這樣的 plantation 那裡 那裡 在溫室裡面 那些風雨 未必 是 習慣得到 那麼 你在一個新的環境 現在 日曬 就是雨淋 雖然 日曬 是好事 沒有了 日後 是植物都死 沒有雨 沒有水 是植物都死 那有陣子 這些 自然來的 外面 不習慣的 日曬 雨淋 的情形 那麼 這個植物 在transplant之後 就要好好適應 因為 是會強一點 是會很不同的 可能 不是在溫室裡面那麼舒服 所以 或者說 溫室雖然是悲悲悲悲悲 但是 就習慣 現在就要習慣別的東西了 還有 如果一些樹 一些花 已經在盆裡 那裡 長得有那麼高 如果忽然間 要transplant 去另一個地方 在樹上 可能會倒下來 那就要 有些external support 那譬如 在 頭過幾天 有些竹 樹枝 在他旁邊 支持著他 讓他不要倒下來 跌下來 斷了 那就 糟了 那所以 不是說 自己很剛強 自己搞定 那是一定 是要有些external support 初初 那所以 如果你說做移民 那是 要靠下 其他的人 其他在這裡 已經住了幾年 住了一段時間 或者這裡有些什麼 什麼的organization association 可以幫到你們 這樣有些什麼 external support 是很應該的 就是 需要這樣 才可以 生長得順利 那你們要想一下 external support 不是說 只是自己 自己那一族 有時候 是要另外一些 其他的 無論你是 之柱也好 什麼都好 那你要好好地 是懂得 要靠一些 external support 那也都要知道 無論怎樣都好 有一些植物 transplant之後 是會 真的花開富貴 是會很 輕盛 會很好 但是也有一部分 不知有多少 是頂不住的 是會死也好 是會弱了也好 什麼都好 那這個是 你要有這樣的 心理準備 初初移民 很可能 是會有挫折 是會不適應 是那些 風吹雨打 有時候 是會很強的 那 真是撐住了 撐住了 那還有一些 那我剛才說的 external factor 外來因素 有些外來因素 是幫到你 還有很希望可以幫到你 但是有很多的外來因素 是想你死的 那因為有很多人 是靠 是想找這些新移民笨 那這些呢 就一樣了 那你如果一個新的環境 那些種子 什麼生了出來 有些小鳥想吃你 有些害蟲想吸了你 那些什麼的 什麼的 那些 那些 那這些外來因素呢 有時候是不少的 我來了這裡四十幾年 那些人 一樣是有些電話 是 打電話來 說 喂 你搞移民那些 手續呢 還沒行 我現在呢 這裡 是 什麼的 公署 托這個 加拿大的 刑警 現在通緝你 你要打這個電話 進這個網站 跟我們澄清些東西 是有很多這些 偏詐的電話 有不少人是想吊的 你們要小心 這些是很明目張膽 大家希望不要進去 但是也有很多在這裡的群組 是會是 專門是 我可以說是找笨也好 說有心類你們也好 總之是有這些PASS 大家小心 是誰呢 那希望大家面對的時候 大家要懂得做一些 不要那麼容易 不是說被不被人騙 大家都那麼聰明 希望你們不要被人騙 但是呢 有時候就不做事 不要那麼衝動 不要說什麼 好像有些香港的形態 就快快咀咀搞定 有事啊 這個要搞 那個要搞 有時候沒錯 很多事情是要搞 但是搞的時候 然後呢 要按部就班 想一下先 有時候 不是說執書行頭 慘過敗家的 那 有很多事情 要看清楚一點 那 不要被外來的鳥仔 害蟲 這樣 吃鬼了你 還有呢 還有呢 如果 如果 如果是新來的移民 希望大家 不單止是不被人騙 還要 認識一些 可以幫到你的朋友 這些新朋友 一定要認識 沒有辦法的 你來到一個新的環境 那 就要在隔離 無論什麼都好 隔離我真的說是 真是 next door 即是很近的 是可以呢 是跟周圍的人 周圍的事物 可以是打成一片 一樣 如果 你是 一個新的移民 是可以適應到 當地的 地土文化 當地其他人 無論在語言上 文化上 工作上 可以融合 那對 你一生 對你家庭 對你小孩 的幫助 是會很大的 希望 我知道 也有很多移左民 或者剛剛移民來了 希望你們 好好地 快快 很舒服 很順利 可以融入 當地的環境 有時候 這個diversity 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在這個頻道 是很注重 說融入 或者是很diverse 那 如果大家 種過花 對龍藝 有些興趣的話 你也知道 應該知道一件事 Monoculture 是永遠都不太好 如果那塊地 種來種去 你只種一件事 那種得幾年 你那些東西 就很不太好 所以很多東西 是要 Multi cultural 要 今年在這塊田 就種些什麼 旁邊 要運一些東西 是種一些什麼 每一件事 可以幫助 每一件事 在互益 互利 互惠 大家 可以支持到大家 我們都是在一個 的Ego System 那裡 來生存 在這一個Ego System 裡面 大家可以是diverse 不要說 獨家村 Monoculture 始終 是會很不行的 今天就說到這麼多 希望大家留言一下 給我一些 的 Inside 多謝大家的Support